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吕氏春秋预言 子贡不要补偿 子贡不要补偿 鲁国的法律规定 从别国赎回做奴仆的鲁国人 可以从国库得到补偿 子贡从别国赎回了做奴仆的鲁国人 却不要补偿 孔子说 子贡做得不对 以后没人赎人了 子鹿救了一个溺水的人 那人用一头牛感谢他 子鹿收下了牛 孔子说 以后有人救溺水的人了 补偿 赔偿 赎回 用财务换回 国库 国家财库 这个预言来自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主持编辑的 子贡和子鹿都是孔子的学生 子贡用自己的钱赎回了人 而不要补偿 这样就给了想要补偿的人压力 就没人赎人了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子贡不要补偿 鲁国的法律规定 从别国赎回 做奴仆的鲁国人 可以从国库得到补偿 子贡从别国赎回了 做奴仆的鲁国人 却不要补偿 孔子说 子贡做得不对 以后没人赎人了 子鹿救了一个溺水的人 那人用一头牛感谢他 子鹿收下了牛 孔子说 以后有人救溺水的人了